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再创新高 根据报道 在全美各地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激增之际 美国政府医疗总监杰罗姆亚当斯警告23号说 本周我们可能会出现有史以来最高的单日新增病例数 果不其然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实施数据 截至10月23号18点24分 全美累计新冠确诊病例847万7061例 累计死亡病例为223813例 在过去25小时全美新增病例81961例 累计新增死亡病例888例 数据显示 美国23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8万例 为疫情在美爆发以来的新高 报道称 23号 美国报告了至少81400例新增确诊病例 超过了夏季疫情高峰时创下的记录 在过去的两周中 有22个周打破了单日确诊病例的最高记录 报道称 新冠住院人数也持续增加 统计显示 在过去一周中至少38个周的住院患者的平均数量有所增加 而这一趋势无法用检测次数的增加来解释 其中 纽约州近4个月来首次有超过1000人因感染新冠病毒住院 卫生专家警告说 随着天气寒冷 当前的病例数可能还会进一步激增 医疗系统恐不堪重负 乔报网此前报道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10月22号批准了吉利德科学公司的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用于治疗新冠患者 让其成为美国首个正式获批的新冠治疗药物 一份来自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和政策中心的报告称 新冠疫情大流行正导致美国药品供应出现让人无法接受的短缺状况 与此同时 根据卫生部官员统计 已有位于36个州的170多个郡被指定为疫情快速上升的热点地区 10月23号 传染病专家福奇表示 随着各地新冠确诊病例数的激增 美国需要加强采取一些公共卫生措施 如佩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和勤洗手等 另外 有关新冠疫苗的进展 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科科林斯同日表示 他对于美国在年底前批准新冠疫苗表示谨慎乐观 他警告说 这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